竞技场上选手们奋勇向前希望一举击败对手 这是第三届全国少年跆拳道锦标赛现场 来自全国各县市630多位跆拳精英 在台北体育馆一较高下 与往年不同 今年首度将品师拿入比赛项目 更增加对打接力团体赛 想让小朋友学习团队合作 对台区运动更有兴趣 因为经过我们的全国各县市的总干事的建议 希望说我们台运道不能太单调 所以在少年杯我们今年就特别增加品势 个人跟配队还有团体 那对打方面的话 明天有一个团体的接力赛 我想这个让小孩子能够打团队的精神 那因为台运道的推动 这几年来我们也注重品势 然后希望说我们的队打能够接力来比赛 让小孩子能够产生这个兴趣 让我们的招生各方面提倡台运道运动 有很大的帮助 主管单位还邀请到奥运示范赛金牌选手陈宜安 奥运金牌选手朱慕妍 陈诗兴 奥运同牌选手曾立成 举宋玉琪道场为小选手们加油打气 更进行圣谷传递 象征我国台群运动带来相传 盼继续在国际赛场上发光发落 这些奥运名将也分享自己学习台拳的经验 在雅典奥运拿下金牌的朱慕妍 回忆自己在国中时 曾一度要放弃台拳 到国中之后我什么成绩都没有 对我觉得黑暗时期是在国中 那国中结束之后 我已经真的已经不想要再继续了 可是有很多的同侪 还有我的学长姐鼓励我 那最后我在高中继续努力 拼最后三年 最后我就在高中拿到了国际赛成绩 那我确定可以上大学 那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我很像真的可以成为我梦想中的那个选手 同样在雅典奥运夺金的陈时新 则期盼透过圣火传递 鼓励小选手们坚持下去 朝自己的目标前进 我们希望后续的这些正在努力 努力往目标跟梦想迈进的孩子 能够坚持 那成为我们 就是我们他们的一个学习的楷模跟榜样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 努力的方向是很明确 但主要就是每一个小孩子能够坚持到最后的 对其实最终的目标才有机会达成 对这样 然后那个圣火其实主要一也是把我们的精神 跟我们的那种意志力信念传递给他们 传承给他们 全国少年跆拳到锦标赛分团体组及男女个人组 并以体重分12个量级 每个量级各县市仅能有一名选手参赛 因此竞争相当激烈 学习跆拳已有四年的台北市一线国小三年级张玉轩 就很喜欢这种比赛的感觉 在上场打比赛的时候 有一点小紧张 但上场跟别人打的时候突然发现就是 没有到这么紧张 然后我就会 就跟平常一样去跟对手打 这项国内少年组最高等级的赛事 可以说是国手的摇篮 主办单位期盼通过比赛 让跆拳道运动向下扎根 吸引更多学童加入学习跆拳道的行列 未来能培养出更多的奥运选手 为国争光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